親愛的弟兄 親愛的姐妹 感謝天父給我們有這麼好的機會 今天能夠打開聖經來看 我已經講過 在上一堂裡面 我稍微講過一下金堂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的中心仍然是誰是耶穌 我的目的仍然只有一個 就是將耶穌基督清清楚楚的介紹給你聽 但我們不能夠走出聖經的範圍 我們不能夠猜猜耶穌基督是一個宗教家 是一個慈善家 或者是一個博愛主義者 以至到他博愛主義的升環 到了他最高峰的時候 就是十字架上面的被釘死 有人是這樣相信的 但這樣不是聖經裡面給我們所知道的 所以如果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變成一個宗教的追求 將它變成一個主義的追求 甚至將它變成一個精神上面的寄託 這個絕對不是聖經裡面要我們的要求 也不是神要我們對祂的兒子 耶穌基督的正式的清楚的認識 所以我有一個負擔和有一個責任 要在這個地方裡面 將聖經裡面所說的那個真真正正的 耶穌是誰告訴你 所以其實你今天能夠和我一起來到 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大家都是同樣的蒙恩 我很相信神會藉著我們今天這一課 給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認識 到底耶穌是誰 當然我們總共是十二課 那就有十二個稱號在聖經裡面出現 但是這十二個稱號都能夠加在一起 都能夠給互相幫助 所以我們的時間就不會浪費 今天好像上一課我所說的 就是今天我講的這一課 耶穌基督是誰 耶穌是誰 耶穌是誰 耶穌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那個道字 這個道字是出現在我們中文聖經的 約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節 我要很清楚的告訴你 請你記得這幾點 請你記得它 千萬不要忘記它 第一點是怎樣呢 這個道字 Logos 這個道字 在聖經的原文裡面 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在裡面 即是是話語的意思 所以有一些人 將中文翻譯 做起初有神的話語 話語與神同在 話語就是神 結果是不通唱的 話語不是一個人物 不是一個個性 但是在英文聖經裡面 他們真的把它譯成話語 那個話語是譯成word 為什麼叫做話語呢 很簡單 你看看《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 《起初神創造天地》 《起初神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淤眉黑暗》 《神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說》 《如有光》 《就有了光》 《神向光是好的》 《有清光為咒》 《清暗為夜》 《有晚上有早晨》 這是第一天 那神是用什麼來做光呢 神是用什麼來做地球呢 就是用祂自己的word 就是用祂自己嘴巴裡面 所出來的話語 所以起初 神說要有光 算 這個是話語來的 神說要有光 於是就有了光 以致這個世界被造成 所以在這個時候裏面 我們說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個道就是神自己和祂在一起 這個道有一個意思 有一個意思 有一個意思是等於話語 即是說 神用道來做世界 因為祂用祂的話語來做宇宙 萬物主宰 這個說法不是錯的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的翻譯 就不清楚了 所以中文的翻譯 這是第二點 你要注意 今天我最少給你 有五個大點 第二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中文的翻譯 我看那麼多 全世界所有的聖經 都是翻譯出來的 除了原文的聖經之外 其他都是全部翻譯的 就是世界裏面 所有被翻譯的經文當中 我認為是中文的聖經翻譯得最好 為什麼呢 它這個地方裏面 有一個字 那個字叫做道字 這個道字就是中國人的眼光當中 是一個真理來的 是一個天道來的 是一個道德來的 還有是一個道路來的 還有一個方向來的 但是這個道字本身 也同時有話語的意思在裏面 譬如說 這個人說話 他說道 那就是道 以至到今天的教會裏面 我們在主日崇拜裏面 那個牧師在台上 是講神的說話 照著他在神裏面的領受 神的命令 分配他 以至到他講神的說話 比我們能夠彼此深入的相交 那這些說話呢 是這麼高超 這麼美麗 是這麼充斥 整個的宇宙 充生 整個的宇宙萬物 是天地之間之大道 神的說話是天地之間的大道 是比這個世界裏面 任何的說話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不 稱它為講道 所以這個道字的出現 就在這個聖經裏面 在中文的聖經裏面 其實是有這樣的用法 那個道字在中文裏面 其實是一個真理來的 是一個道理來的 是一個道德 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字眼 這些這樣的道德 中國人沒有辦法 可以將在這個宇宙萬物當中 充實在這個宇宙萬物當中 控制宇宙萬物 而且建造這個宇宙萬物的 這個這麼大的 充滿宇宙萬物的 這個這樣的真理 這個這樣的道德 這個這樣的大的人文 中國人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它 只能夠叫它為道 所以就是說 充實天下之間的大道 就是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對於這個道字 中國人的解釋都不是很詳細 也沒有辦法可以詳細 你去解釋那個宇宙間的大道理 你怎麼可以解釋得到呢 但是這個道字 用在我們的《約翰風音》 第一章和第一節那裏 太初有道 這個道字 除了是一個充實在宇宙萬物當中的一個 極大的能力 極大的 極大的 一個真理 極高超榮耀的一個道德 一個方向和一個能力之外 聖經裏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真理 你注意 首先這個道字是有話語的意思 現在說這個道字是有真理的意思 但是跟著聖經裏面還有一個意思 就是原來這個道是有脾氣的 是有性格的 是有個性的 以致我們能夠跟他相交的 可以相通的 可以跟他聊天的 可以跟他來往的 所以在這裏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深的道理 特別是金課 很深的 所以我就不得不把他另外 特別的把他拿出來 也都在上一課裏面 我收尾的時候 一再提醒你 請你這一堂一定要來聽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很深的一個字眼 而這個字眼是越過了英文的翻譯 越過了中文的領袖 越過了中國人所用的那個道字 那個意思 當然中文已經是包裹得很厲害的了 但是這個是越過了 因為他將那個神兒子的個性 放在裡面 神兒子的感情 放在裡面 神兒子的個人之間 和我們人之間的 溝通的情感上的來往 以至到我們能夠和他聊天 可以能夠把我們的心事 表達給他聽 這個就是中國人沒有辦法 會表達得到 但是我們知道 聖經裡面有 所以為了這樣的緣故 我就請你 將這個《約翰福音》第一章 打開它 《約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節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只是用這一節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三句話 構成就是第一節 但是我還要加上一節 十四節 十四節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道》 《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它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志的榮光》 這裏說什麼呢 就說到這個《道》 已經變成一個人化了 一個人物化了 它是有情感的 它是有意志的 它是有愛情的 它是可以有它的脾氣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就成了肉身 這裏特別是講到這個《道》 《成了肉身》 所以我不得不 將這一節都加進去 《成了肉身》 以至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它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這個《道》是誰呢 講得很清楚 就是耶穌 因為耶穌就是神的獨生子 所以在這裏 我們今天要在這裏 將這五點 將它分開了 然後送給你 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太初 聖經裏面的翻譯 你看看英文聖經 它翻譯 這個只不過是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就是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為什麼講法呢 中文是譯成什麼呢 就是起初 起初和太初是不同的 只有中文聖經 是翻譯做太初 這個是美得不得了的 我記得以前陳中道牧師寫過一本書 是有關這個地方的特別 是講到太初這兩個字 他說什麼呢 他說太初者 即使連時間這件事 都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即使說無限早 無限遠 無限無限無限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我們是有限的人 他是無限的 無限遠 在那個地方 很遠很遠很遠 很早很早 連時間都沒有被做 那個時候 已經有耶穌基督的存在 太初有道 所以這個約翰福音真的很美 這一點請你記住 第二點我就不重複了 就算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話語的意思 In the beginning the word word 就是話語 但是如果我們中文翻譯做話語 你說是譯做什麼呢 根本不倫不類 又不是一個主義 又不是一個宗教 又不是一個方向 而且也不是一個人 怎麼可以跟他聊天 怎麼可以跟他聊天 怎麼可以跟他有來往呢 所以 中文就不是回到話語 那是回到道 而這個道 必須加上人格化 人化 然後我們就看到 道成了肉身 因住在我們當中 風風滿滿的 有恩點有真理 好了 又是第三點了 你請你看我 不要看聖經 請你看著我 我只不過想問你一個問題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那這個道是不是神呢 我再說一次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不要看下面的聖經 道與神同在 道是否神呢 我告訴你 我坐在這裏 這本聖經是與我同在 那我是不是這本聖經 這本聖經是不是我呢 不是 是另外的一件事 所以呢 在神 即是父神 我們的天父的隔離 有一個道 你要記得 是兩個人物來的 不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 若韓一定要加上下面那個駐腳 道就是神 這裏呢 我要你第三點 你要記得的 即使說 這個道是另外一位神 被稱為神者 另外一位 你記得記得我還沒有說完的 我還沒有說完的 請你記住我 我現在所給你的訊息和說話 《起初神創造天地》 《地視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關於創造地球的時候 它便是創造者 若於神的靈是創造者的 若く Nine災是創造者 nic 創造者就是神 魔鬼不是創造者 所以它絕對就不叫神 魔鬼不是創造者 所以它絕對不是D À partial society 所以 創造天地 這個是父神 然後現在又講到道就是神 第二個神 第三個神是靈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看著我 否則就錯了 那是不是三位神 不是 我再講一次 不是三位神 但是是三位被稱為神 父 道 父神 聖子 聖靈 聖父 聖子 聖靈 父 道 靈 三個在聖經裡面 啟示出來 說明出來 是叫做神的 三個都是神的 那是不是三位神 不是 因為聖經裡面 從舊約開始 一直到新約為止 給我們一個大的框框 記住了 我打完手勢了 一個大的框框 這個大的框框 是我們不能夠跳出去的 換句話說 所有的真理都在這個大的框框裡面 神只有一位 即是說神只有一位 但是今天有三個被稱為神的 所以三個被稱為神的 一定在同一個神裡面 他們裡面是怎麼構成的 就是三位一體的最淺的解釋 父不等於子 子不等於靈 靈不等於父 是三個獨立存在的 但是三個獨立存在 是不是等於三個獨立的神呢 不是 因為神只是一位 所以這三個獨立存在 被稱為神的 一定在同一位神裡面 他們裡面是怎麼構成 他們裡面的關係是怎麼樣 他們是怎樣的傷害 這些我們沒有辦法會完全知道的 因為我們是人 只能靠著聖經對我們的啟示 我們就知道 神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即是他們很親密的 然後耶穌基督說 我去 然後聖靈就會來 聖靈是用來榮耀我的 那他怎麼榮耀 我們又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無論如何 被稱為神的有三位 但是 不是等於三位神 一位神只有一位 所以在一位神裡面 有三位被稱為神的 就是聖父 聖子 聖靈 所以耶穌基督在他的大使命裡面 是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命 給他們施浸 上一次我講到耶穌基督 在那個受浸的時候 在這個大學裡面 受浸禮的時候 約翰說 看阿神的高揚 除去世人做業的 已經講得很清楚 但是當耶穌基督 起來在水面上面 站在那裡的時候 聖靈彷彿革子 降在他的身上 有聖父出現 三個是不同的 三個不同的 但是同時出現的 只有這一次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 三位都被稱為神 但是三位神 一定在同一位神裡面 這個就是三位一體 所以這個就是 我很想很想 你能夠知道的 然後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們已經講了三個 就是太初 話語 然後 另外的一位 就是三位神 然後第四個 我一定要講給你聽的是 道就是神 即是說 耶穌基督就是神 出太極記 第三章 神自己介紹自己的時候 這個很深的 當摩西面對神的時候 他說 我要去我的長老 猶太人 這些我自己的同胞當中 告訴他們 我們祖宗的神 派了我來 帶你們出太極 如果他們問我 這個神是誰 祂是誰 祂是誰 祂叫什麼名 祂是怎樣的一個神 我怎麼回答 於是神就回答了 祂說 我是自有永有的 這是中文的翻譯 原文只有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 我 是 我 我現在講得很深 請你記得 他說 我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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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 的 我是 獨一的 除了我之外 沒有第二個神 天 是我的 地是我的 海是我的 山是我的 動物是我的 你是我的 所以說 我是誰 我 我就是我 是 沒得解釋 即是說 我是一切的一切 I am what I am I am who I am 我是絕對的 真理 我是絕對的 萬能 我是絕對的偉大 我是天地萬物當中 獨一的真實 這就是用 I am 這兩個字 你不要忘記 耶穌基督 在他自己的福音書裡面 最少在約翰福音書裡面 有六個地方 最少 有六個地方 是用到 I am 你說他是誰 有一次 他跟那些猶太人辯駁 那些猶太人一直操縮他 一直拒絕他 他就說了一句說話 你們的祖宗 阿伯拉罕見到我的時候 就歡喜 哎呀那些猶太人 你都沒有人到五十歲 你怎麼見過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見到你的時候就歡喜 怎麼解釋 他說 沒有阿伯拉罕之先 我已存在 這句說話 我們不知道 我們讀中文聖經 不知道 但是 你讀他原本的意思 他說 before Abraham 是 嘩 這句說話就厲害了 即使說 阿伯拉罕之先 我已存在 我就是我事了 所以他是神 那些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真的要用石頭 扔死他 因為他涉足神令 他是一個普通人 為什麼說自己是神呢 就是這樣的說法 那我就 這一點 我就 稍為 將他介紹給你聽 請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需要這方面的資料 我將來有機會的時候 會跟你再講得比較詳細一點 但是講到I am的時候 我不能夠不有一個震撼的心意 就是 耶穌基督竟然用 I am這兩個字 是不得了的 那個 沙馬里亞的 拿水的女人 在井旁 耶穌基督不是跟她拿水喝的 然後耶穌基督說 你叫你的丈夫來 你記不記得那個故事 他說 原來這個女人以前有五個男人 直到後來 這個女人就跟耶穌基督講到尼塞瓦 他說我知道尼塞瓦 是要從猶太人裏面出來 是成為我們的拯救 耶穌基督說 這個跟你講話的人 就是他 I am 耶穌基督 the one who speaks to you I am 所以大家聽見 這一點我不能夠不告訴你 道就是神 就是這個意思 最最後一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 風風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有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復讀生子的榮光 這裡有兩方面你要注意 第一方面 聖經直接用讀生子這個名字 即使說除了耶穌之外 沒有第二個了 神披上人的肉身來到我們當中 最少行在地球上面 親眼你見到他 聽到他 摸到他的 有33年半的時候 最少最少 這個是講義節 第一次的 除他意外 除他意外 沒有第二個 所以在舊約裡面 神披上肉身來的 跟人聊天的 跟阿伯拉罕 argue 如果那個城裡面有 五十個義人 你消不消 四十五個你消不消 四十個你消不消 跟他講 聖經裡面說 耶穌華神 就對阿伯拉罕說 不消 這個跟阿伯拉罕講話的就是耶穌華神 但是他是用肉身出現的 那他是誰呢 他就是耶穌 因為耶穌成了肉身來這個世界 用神的身份來成了肉身來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人 沒有第二個 所以如果有人說 我又是基督 我又是神的女 我又是什麼什麼 我又是東方閃電 請你不要相信 聖經裡面說 獨生子是很清楚的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自甲丹門 所以呢 我一定要在這個最後一點 我要講這個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除了耶穌之外 沒有第二個 神披上肉身 在我們當中顯現的 當然他用一個特別的方法 當然隨時可以做 但是如果用神的身份出現 用肉身的身份出現的 這個就是神的兒子耶穌 所以耶穌基督可以行神職 所以耶穌基督可以講神的話 所以耶穌基督可以講道 因為他是神 所以耶穌基督可以從死亡裡面復活 這個很清楚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探訪一個老人家的時候 忽然間在對面馬路 走了兩個中國人過來 年輕人 大約二十歲左右 他說 禮拜六真的好 天理又這麼好 你們是來探訪 我就說 你們是不是要見證人 他說是呀 我說你們被人騙了 他說我們怎麼被人騙了 我說因為耶穌華堅基督說 耶穌基督不是神來的 所以耶穌華堅基督不拜耶穌 你看他們的禮拜堂 沒有十字架的 沒有拜耶穌的 那麼他們說 如果他是真是神 為什麼他會死呢 如果他死 是因為我和你的罪死的 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罪 他是沒有罪的 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神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 風風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復讀他的榮光 所以這個約翰能夠死 約翰夫就是這樣 因為他真的見過他 真的摸過他 真的聽過他 真的和他在一起 而且他去到十字架下面 看著他的鼻釘 然後他又去到他的墳墓裡面 看著他的墳墓已經空了 然後他又結果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耶穌基督親自向他們顯現 甚至最後大使命的時候 他也能夠從那個大使命裡面 清清楚楚得到耶穌基督的呼召 和他的大使命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將這五點 公公敬敬地交在你的手裡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有可能的話 請你將我們這一課 從頭再聽一次 我相信一定有很豐富很豐富的得著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對耶穌用一個什麼的態度 不要將他當作你的精神寄託 不要將他當作勸人為善的一個道理 不要將他當作一個宗教來跟隨 或者是一個博愛主義 將他活生生地接到你的心裡面 因為他是神 所以你裡面就有神的生命 然後你就會變成神的兒女 然後讓我們今天有一個很認真的祈禱 是打開心門 讓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 好嗎 請低頭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 多謝你給我們今天講的這一課 道是這麼深的一個題目 但是我求你 在這個課堂裡面 我們大家都能夠聽得明白 聽得入心 聽得樂意 而且可以好好地享受 這裡所說的道的五個大點 我現在將我自己和我們一起祈禱的人 每一個人都放在你的手裡 求你親自地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很大的決定 就是從今以後 我們要和主耶穌切實的相愛 每一日切實的聊天 每一日切實的來往 然後我們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改變 多謝你給我們這個課堂 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們 我們這一課完 下一課我們講什麼呢 下一課我們就要給你有四段的聖經 這些四段的聖經 有一段是在舊約裡面的 是講到耶穌基督的創造的工作 所以祂是我們的主 祂是我們的神 你要不要 很精彩的 這四段聖經請你下一課和我一起 好 今天我們就到此為止 願神祝福你 再見